Hello 大家好 我是崇利敏医师 在门诊呢 陈医师常常会开一些壮阳药 比如说像是西利式威尔康给病人使用 这些药物的效果非常的好啊 病人用了之后都觉得 哇 陈医师啊 我这是再度了年轻 重振了雄风 但是陈医师啊 这些药一直吃会不会上瘾啊 长期的吃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对身体有什么坏处呢 今天陈医师就特别来拍这支影片来告诉大家 长期使用威尔康西利式这些壮阳药物 到底对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开始证文之前呢 陈医师要特别呼吁大家 千万不要到网络上面买一些来路不明的壮阳药物啊 接下来提到这些威尔康西利式对于身体的影响呢 基本上是基于医生凯利的药物的研究 如果说呢 你自己乱买药 吃了一些来路不明的药物呢 结果对身体产生的负面影响 陈医师盖不负责 首先呢 大家吃这些威尔康西利式这些壮阳药物呢 最担心的一点呢 就是会不会导致呢 血压太低 结果呢 就中风了 结果呢 就心肌梗塞 一不小心马上风就挂掉了 陈医师在这里告诉大家 绝对不会 甚至呢 还会有保护的效果哦 根据啊 几个瑞典大型的研究就显示啊 威尔康还没有上市之前呢 如果说呢 你有性功能障碍的话呢 那你未来呢 发生心血管疾病 比如说心肌梗塞 比如说中风 比如说需要去通血管 比如说需要去开手术 这样的状况呢 其实是有高度的相关性 但是呢 当威尔康这个药物开始上市之后呢 你的性功能障碍受到了治疗之后呢 诶 这样的关联性反而就没有了哦 意思就是 这些药物啊 其实对我们的心血管会有保护的效果 甚至啊 在丹麦的一个全国性的研究啊 是你有在使用这些状元药物的人啊 比一般没有在使用的人啊 你的死亡率还来的比较低一点哦 那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说 陈医师啊 会不会这些人是会常做爱 所以呢 有比较好的效果呢 的确陈医师不否认有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呢 我在临床上面呢 也会多建议我那些六七十岁的病人呢 如果呢 心有余力的话呢 能做爱还是多做爱啊 不仅对我们的心血管有帮助啊 其实对我们的摄物线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呢 因为呢 壮阳药物有很多种 所以呢 如果说呢 你使用的这些帮助勃起的药物呢 不是属于这些胃儿钢 吸力式的药物呢 而是使用另外一种呢 结果两相比较就会发现啊 其实呢 这样心脏血管保护的效果呢 只存在于像是这些西立式胃儿钢这些壮阳药物 如果你使用的其他壮阳的方式呢 其实呢 是没有帮助的 那在瑞典的另外一个研究呢 他收集了那些已经发生心肌梗塞的人 然后来住院 结果后来康复出院的人啊 那大家都觉得说这些人啊 心脏血管应该都已经比较差一点了 那后续他使用这些药物呢 或不会一不小心啊 就真的更容易就是 再次心肌梗塞 再次中风呢 结果刚好也相反 如果说呢 你已经有过一次心肌梗塞 已经有那个心血管疾病了 你使用这些药物反而对你是有帮助的哦 研究显示啊 如果说啊 你使用这些 威儿钢 西立式这些壮阳药物呢 其实呢 你未来的死亡的几率呢 其实是低了33%哦 那你因为这个心脏衰竭 需要再住院的机会呢 是下降了40% 而且啊 这跟你使用的药量有关系哦 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 你回来拿一次药物 回来拿两次到五次 或是拿超过五次以上啊 你拿的药 使用的药越多啊 你死亡的几率可是越低的哦 你只使用一次啊 你只拿过一次药 你的这个死亡的几率啊 下降了34% 那如果说呢 你拿两次到五次呢 是下降了53% 那如果说呢 你使用的这个 拿药的频率呢 超过五次以上呢 其实呢 你的死亡几率是下降了81%啊 所以是不是多做爱 多健康呢 那除了这些心脏血管的状况之外 如果你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当然糖尿病患者呢 对于这些药物的反应是比较差的 但是呢 如果说呢 你愿意因为性功能障碍来服用这些药物的话呢 一样跟心血管疾病的病人是一样的 他对于你呢 有保护的效果哦 整体的死亡率也是有一些大幅的下降 另外呢 除了心血管的保护效果之外呢 这些壮阳药物呢 也被认为呢 可能有潜在的抗癌效果哦 那有一个研究就显示了 针对的是大肠直肠癌的患者 在我诊断大肠直肠癌患者之后呢 然后呢 我接受了手术的治疗 顺利的出院之后呢 如果我在后来呢 开始有使用这些威尔钢 犀利式这些状的药物呢 会发现 诶 我可以活得比较久 而且呢 后来这个癌症复发 转移的机会是比较低的哦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蛮有趣的 那大家呢 就可以来观察一下 是不是未来一定有这样的状况 因为呢 这个还是未定论的 但是呢 至少他被认为有潜在的抗癌效果 只是说呢 他有没有预防癌症的效果呢 这件事情呢 可能还要有待进行的发掘 不过呢 在2016年的时候呢 美国的FDA呢 提出了一个关切 就是说呢 好像 好像我使用这些状药物之后呢 产生皮肤的黑色素瘤的机会 好像有上升哦 那所谓的黑色素瘤呢 就是我们俗称的皮肤癌 那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大家紧张 所以呢 研究者立即进入了 这个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研究 他们结果发现了 的确你使用这些药物啊 这个黑色素瘤的机会好像看起来是有上升的 不过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啊 如果说你只使用一点点这个 这个状药呢 的确呢 会增加这个黑色素瘤的机会 但是呢 如果你用得多呢 反而呢 是不会有这样的关系产生的 而且呢 你用一点点 它只跟那些低二性的黑色素瘤有关系 但是跟高二性的这个黑色素瘤是没有关系的 那就违背的基本上 我们对于因果判断的原理啦 不是因为你吃这些状药 导致了你有这个黑色素瘤 因为呢 如果说呢 是因为吃了这个药导致黑色素瘤的话呢 那应该是吃的越多 越容易产生黑色素瘤才对 目前大家呢 在医学界是认为 基本上你使用这些药物呢 是不会产生黑色素瘤的 那可能是反而是因为其他因素所引起的 所以基本上呢 今天陈医师就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呢 使用这些状药物呢 其实是相当安全的 就算你是长期使用的患者呢 甚至呢 对你的心血管有保护的效果 如果你是糖尿病患者呢 其实呢 有更加好处 只要 只要你是在医生的指示下 正确的使用这些药物 不是使用那些来路不明的假药 才不会对你的身体呢 产生意想不到的危害 我是陈鲁明医师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